各位同学大家好 公共政策与公民生活 本节次要进行的是第17讲次 利益团体 17讲次 利益团体 利益团体的意义 具有共同意志 目标或利益的一群人 组成团体 向他人其他团体 与政府机关表达主张 以获得利益及达成目标 比如说 宗教团体为利益团体之一 推动有利于宗教博物政策 如新修寺庙 成立足占机构 宣扬手续的教育等等 但是在这边跟各位同学讲要是 有些利益团体 他们所争取的 是他们特定的目标的达成 并不是一定是利益 而有的时候 这些利益也不会归到他个人和身上 而是对社会大众有益的 因此在这边 只要能够有利益的产生 不管是归于个人或是归于社会大众 等特成所清的利益团体都包含在里面 利益团体清楚的原因 首先是公民社会的形成 现代公民故事到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才能确保其利益 于是参与利益团体活动 回复利益 比如说 公民社会决定 使相互役势发扬 利益团体促使政府对律学进入保存的经营 以利益发展观光事业 因此经由公民团体的发展 我国许多重乡辟养 因为种种的利益团体努力 造成了乡镇的崛起 武、吉吉、南庄、北谷 等等充满文化气息 以及众多历史政府的地方 它已经成为了观光圣地 公民社会有一个很大特征 就是公民所争取的利益 并不是私人的利益 而是社会的利益 因此 往往会固定社会的进度 利益团体清除的原因 也包含了对政府政党的不信任 政府权威下降 就要决行政策 政党同时选举活动 都需要资源 因此 政策利益会倾向提供资源的利益团 人民对政府及政党决定 主要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情况之下 政府的权威备受压抑 以往 决策者 他可以将其命令 直接贯彻到 执行单位 而这个利益 以他付给的利益为优先 如果有他个人自己的考量 很容易的带动一些社会公益的发展 但如今政府已经没有这种权利了 政府要执行的所有政策 都必须要经过民意 或者是议会 等等的通过跟支持 使得 政府跟政党 可以透过议会这个手段 能够改变了他计额政策 而这个计额政策 不一定跟民众的利益 是互相结合的 以徒例来说 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 非利益团体难以要求 政府对其部载周围道路 实施利益文化 而自行从事道路内文化 即使道路 政府在新进的时候 由于当地如果没有利益团体的要求 可能只是做道路的新建 而没有配套的景观测试的空间 因此道路的景观美化 可能就要依赖当地的居民来进行 特别是 政党要进行公职人员选举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庞大的经费来支持 因此他为了要取得执政权 他的经费来源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因此 当利益团体支持了他的竞选经费的时候 政党一旦取得政权 他所实施的政策 必然会有利捐助他选举经费的利益团团 这也导致了一般的民众 并不信任政治党的业务之一 利益团体经质的原因也包含了是专业人士参与 多数专业人士并不诚实公职 对于政策之了解与决策者相当 藉由参与利益团体能强化对政策影响的能力 比如说 地方专业观光人士投身观光事业 政府推动观光政策会参作体育研 制定出有利于地方观光发展的阵害 主要来于政府的取材的方法 一般说来 一个健全的公务员取材方法呢 主要是由产业的专业人才 由于他在企业经营有成 或者说在某个专业呢 都有受到肯定了 于是 就必须呢 要进行的是 专业能力肯定之后 受到大家的支持 而进入政府机关呢 来加以服务 从事他专业的相关政策迷进 以有效的推动 但是 我国现在的公务员取权方式呢 排除了专业人士的进入 只强调以考试或是相关科目的 专业能力呢 作为取材的标准 因此 大部分的公务员 很少有在产业工作的经验 当然 他尽管掌握了 公权力 但是他却 缺乏了相关产业的专业能力 这使得专业能力呢 主要是分布在民间 而不是分布在政府 于是 这些专业能力要达到他们的需求 只好透过利益团体 来强化对共产的影响力 或使政府官员 能够 顺从他们的意见 又比如说 我国的金融业者 主要呢 是在银行来取费 而 政府有关于金融监管 或金融专业的人员 由于政府的薪资有限 因此金融专业人员通常比较不习惯在 政府任职 因此 有关于金融政策的致病 很多都是由金融机国的人员 协助政府在民病的 使得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 对政府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利益团体兴起的原因 政府职能增加 现代社会对政府职能增加的需求 使政府增加许多职能 与人民生活利益关系密切 产生相对于人利益团体 比如说 以独立为例 传统农业文化所产生的建筑 尽管现在已失去了功能 基于文化保存 政府依然要保留传统建筑 作为政府兴致 传统建筑在以前的政府的施政理念 其实不在他们的施政范围当中 有关于旧建筑物的保存 完全是民间它自发力量 但是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 他们认为旧建筑它所蕴含的文化特色 其实是国家之源 要求政府对于 富有文化意涵的旧建筑加以保存 于是政府就增加了新的职能 对于文化保存 旧建筑物保护等 成为他们的政筑职能之一 又必如说 以往我国 劳工人数充足 根本就不需要外籍劳工 到我国来工作 因此没有觉得外劳更多 但是等到我国的劳工资 等越来越重的时候 我国的人口成长也不趋缓慢 因此缺工的问题就无限到台面上来 因此借主并要求政府已经外劳 从此之后 政府就多了外劳政策 利益团体兴起原因 资讯科技发达 资讯科技发达 使得利益团体和人员联系 资讯取得 影响汕楼等可以强化 足以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力 比如说 电脑普及与网际网路换联 使利益团体更容易团结 发挥强大的影响物 因此在网路上有非常多的聊天室 或者是DPS在 可能会针对某一刻的运气 网友们会互相的攻击 因此政府就需要证实网路上的言论 免得透过网路的换联 会进行巨大的议论反弹 对政府来讲也是不利的 比如说 在一个比较没有健全民主社会的国家 人民通常没有办法 透过比较正常的管道 来抒发他们的意见影响政府 因此 透过网际网路的换联 使得民意可以在 极短的时间内聚集 因此 网路就成为了抒发他们意见 附近国家民主进步的管道 而 就算是 要全力阻挡网路 持续发展的国家 他也不得不承识网路的力量 政府官员呢 虽然不能从民意机关 来取得民意的真实意见 但是却可以透过网路 来 了解民情 成为他们实际的参考 利益团体兴起的原因 社会多元化 社会越发展 越会产生多项利益 建由利益团体来表达其利益主张 以代表特定人群的利益 以目标 让政府正确 特别是 大都会的出现 人口互相聚集 也因此产生了庞大的利益 利益团体呢 现在大都会呢 大量的资深 比如说 以往乡间 比较没有所谓同性恋的问题 仅含在家庭之中 但是都会的兴起 使得同性恋者 他们可以互相支援 人数越来越多 终于形成了利益团体 要求政府重视 同性恋的人权 同意他们能够结婚 或是举办公开的活动 反对社会的对他们的歧视 又比如说 在传统的医学里面 医生本身就能够开药 但是随着 药理及病理 两门学科的持续发展 各自都有各自的专业 因此医生 没有办法完全决定开药品 药剂师争取 有无助 依据 此方亲的药物 而自行开药 并非由医生取决开药 产生了新的利益团体 药剂师 利益团体新奇原因 政治民主化 政治趋向民主 政治活动空间扩大 可以讨论的议题增加 人民乐于参与 利益团体表达意见影响正顿 所以说 越是民主的国家 利益团体能够表达意见的管道就越多 越能受到保障 利益团体发展就会越多 比如说建筑师 以往建筑师呢 在其工作来讲的话 他比较趋向于建筑物本身的基建 但是随着他们的力量传大被算联 因此他们可以影响政府增加他们的职业干额 使得土地开发 城市规划 都有建筑师的参与 使建筑师的职业范围 非常的完蛋 利益团体新奇的原因 全球化浪潮 全球化使某些特定问题成为市值问题 透过资讯科技的串联 国外利益团体影响力延伸至国内 国内产生相应的利益团体 比如说 环境保育成为股市价值 全世界皆有责任维护自然环境 若国内发生破坏环境制限 外国利益团体就会干涉 外国的环境也可能借网络的串联 当国内引爆环境事件的抗疫行为 他们也会派遇参加 又比如说 现代全球化的主要议题 包含的是 坚能减碳 地面 温室效应的产生 也包含了 女权的高章 也包含了 人权的维护 等等 价值 因此 这些价值 透过网络网络的宣传 也影响了国内的政府 相关的 维护人权的团体 环保的团体 以及女权的团体 都以后春春的出现 并且影响了政府的政策 利益团体运作方式 影响选举 利益团体 借由控制选校 提供竞选经费 协助竞选活动的方式 以促使政党 与候选人 推动有力的政策 比如说 房地产业者 为了拉高豪宅价值 资助当地公职人员 以及名义代表 希望当选后 在豪宅处境设置 有利地价上升的公共设施 比如说 公园 绿地 文化中心 体育馆等等 透过特定公共设施的基建 导致地价的上升 又比如说 工会 由于工会掌握大多数的劳工 因此他们可以透过选票来控制支持某几位民意机关的候选人 借以支持他们进入到议会 争取税 员工 以及劳工的权 利益团体的运作方式 游税 利益团体或个别或与目标 即利于相近的旅程联盟 向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 游税 推动有利的政策 不过在这边跟各个同学 祥队老师 这里所说的游税 是指 利益团体透过合法的管道跟程序 向政府以民间议会来进行游税的活动 其捐款也必须公开透明 而捐款的使用 必须应用在选举活动上 要有明显的象律来指示 而不是私下的向公职人员或民意代表进行贿赌 这就是违法行为 这就不是责任的游税 比如说为了要争夺相对低廉的大型区域 大型区域及其利益团体会结盟 共同争取主席 以设置双场经营获利 所以说会出现出 附加大厂互相结合 争取主席的现象 这种现象也出现在 科技园区的产生 科技大厂彼此互相结盟 要求政府增加科学工业园区的土地面积 使他们能够占据广大的土地 取得廉价的土地 降低的土地使用的资源 使它的货币能够上涨 而如此一来增加产能 利益全部归于高科技 事业主席上 而使得部分农民被分收土地者 落入落实 失去土地 也失去了他们的生存权 利益团体的运作方式 示威抗议 当利益团体较难透过制式 程序出发预点时 则是透过体制外的示威抗议 直接述呼公众及大众反过媒体 造成舆论对政府施压 付此改变政策 比如说 设置违章工程 由于难以合法化 常常面临政府拆遵的意义 反方人员就以致力团体 以示威抗议的能处置 政府拆遵的行为 又比如说 我国常常会有公安的事件 也常常会有环保的问题 工厂采放大量的废弃物 或者说 他工厂要因为国内的劳工工资上涨 因此他要到外地投资 常常是突然间关场 让员工作手不及 还来不及拿到 法定规定的资险费就面临失业 因此碰到以上这几种问题 当地居民以及劳工等等 都会继续自救会 向劳方争取 向资方来争取他们该有的权利跟资产 也可能向政府示威抗议 要求政府能够给予资产 或者是对企业品进行财阀 利益团体通过合法程序如证据献金或是非法手段如费落官员 以民意代表等给予决策券与者利益 制定有利的政策 通常来讲的话 公然的政治现金的途径 由于必须受到监制 所以说利益团体呢 有时候会比较喜欢利用行财的手段 来诱使政府官员 以民意代表父亲成为有利的政策 而这种所谓的利益呢 其实并不一定是 利用金钱 也包含的是人情关税 他们呢 可能会成立某些公关公司 利用已退休的长官 或者是说长官的亲信 透过他们的人情关税 建议影响决策者 使决策者能够趋向于 符合利益团体需求的财队 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租金钱支付 利益团体的运作方式 威胁储房 利益团体对于政策 不潮池有力的反向 对决策者扬言又不利的对待 或是直接进行 谩骂减少支付的触法 比如说 政府举例流动摊财 但是流动摊财缺乏安置财队的时候 就遭到严格局务 可能会引发摊商利益团体 以阻碍交通的方式迫使政府就范 他们可能会在某个部份的时间 摊贯者的道路 使得其他的公众没有办法充足 而其他公众因此把其愿言转嫁到政府的批判就这样 透过这个方式 摊商或许可以获得特别的利益 依使政府当他们有个公平的安置机构 或者是说 利益团体 在广告判增巨大的内容 可能是著名报纸的贩版或是存款广告 由于这个传播力金融 他所谈述的内容 可能会吸引广大的民众 能详愿 而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观感不好 因此结合了 形成了对政府不利的舆论 迫使政府屈服他们的批判 而执行对他们远利的政策 好了 因此广告也是一种维持的方式 利益团体的运作方式 大众传播媒体宣传 透过大众传播媒体述手提出主张 使政府机关 立法机关 与社会大众接受其讯息 并形成舆论 使决策者注意 比如说 我国对外贸易管制 将有碍于航商及党商的利益 透过大众传播媒体章 和宣传 将使政府注意 进而减少团体措施 特别是 团保团体 团保团体非常喜欢参加政策节目 他们能领善到引进据点 容易能依判政府 对于违反环境保抑的拥有措施 进而 助使政府呢 能够改善他们的政策 创造出环境保抑的理论书栏 利益团体运作方式 协助执行政策 利益团体对于某特定公共事务 有资源 可协助政府 决定及有类政策 比如说 社区居民它可以组织 舍望相助队 来时不平常 维持治安 使政府在治安的效果上 能够加强 又比如说 政府要建立大型的运动设施 公园或立地 但政府本身的建设能力呢 比较长 这必须要仰赖民建的建设工资 协助政府将公园 立地 运动场 把它建设出来 以落实政府的政策 这时候建设工资 它就成为了协助执行政策 的展设 利益团体的运作方式 参与规划 但还未成为决策前的政策方案 利益团体可以参与规划 协助政府机关制定对其有利的政策 比如说 中式计划是与土地使用相关的利益团体 比如 中式计划技师 建筑师 土地所有权人 与其他相关利益团体 共同参与规划和成分 所以说 政府本身 它的规划能力可能是有限的 因此呢 必须要透过利益团体呢 给予政府一个政策的蓝本 使政府呢 可以依据这个蓝本呢 加以实施 透过合法化的过程 让利益团体的规划内容 可以成为实际可以实施的政策 比如说 我国禁烟的利益团体 他们要求政府要 对禁烟立法 但是政府官员 其实对于如何的禁烟 并没有专业能力 于是禁烟团体呢 它可以截取国外的禁烟 的经验 以及相关法律 编制出禁烟法律之来 而政府呢 就直接采取了 利益团体所编制的禁烟法律呢 成为我国的禁烟政策的来源 利益团体运作方式 提供资讯 利益团体 透过参加工程会 说明会 研讨会等正式管道 或是其他非正式管道 发表意见 提供资讯 成为政策依据 所以说政府官员呢 就会到场聆听 使得 工程会呢 成为政府获取了 利益团体资讯的主要管道 由于资讯的来源 多元 那政府呢 越容易取得决策内容 政府呢 常常会因为某种政策呢 举办政策公民会 要请专家学者呢 来共同参与 使人民的意见能有费职 就可以费职底下 实质有限的费职 但利益团体的缺失人 造成不公平影响 利益团体可以透过金钱 人际关机 专业技能 掌握资讯等方法 接近决策者 以及政策过程 并影响政策朝向有力的方向 之间 总来多数人民的命运 比如说 大专院校的举办 包括高阶领导人 联席班 实力团体 与政策官员建立容器官员的重要管道 通常 这种高阶领导人联席班区可以非常的昂贵 成为学校获取利率的资金来源 而参与其中的利益团体领导人 他可能只是为了要接近政府官员 透过学习的场合让他们建立交情 也比较能够接近政策的制定 那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 他们并没有如此高额的金钱来参与联席 因此他们很难接近政府官员 往往呢 透过体制外的示威抗议 或是递交成情需的方法呢 想要影响政府的决策 但是这样的决策影响呢 通常比较困难 或者是说利益团体呢 可以发布小道消息 透过非政府的管道呢 传递给政府官员 让政府官员信誉为真 使得政府官员呢 可能会因为这个小道消息 而改变了政府的决策 利益团体的缺失有 透过金钱意向 拥有庞大金钱的利益团体 如大型企业 获利丰厚的专业团体等 透过正式 如非正式管道 出动金钱与影响政策 使弱势团体难以得到政府的保护 比如说 无障碍设施是否完善设置 与关市账 智账 金账 金账 等弱势团体的基本生存权利 但容易遭到利益团体的忽视 毕竟要设置这些新的设施 必须要多发新建的成本 而建设公司为了要节省成本 能够尽量避免这些设施的使用 而且这些设施的设置往往费用会比较高昂 但是使用的人却比较少 为了避免这个成本的增加 因此通常建设公司 所代表的利益团体 就会向政府要求减少这些残障设施的建设 因此残障设施通常就比较缺 又例如说 我国对于原住民保留区的土地完全视为公元 孤世这些传统的土地都是原住民 先祖他们的列区 早已成为原住民的使用战夷 尽管原住民一直强调反国土地政策 但是政府可以藉由法规上视为公有地 拥有所有权 将这些土地租给平地人进行开发建设 从中赚起了租金或是开发利益 对政府的财务来源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因此政府往往还是持续的 将原住民保留区视为公有地的负责 政府决策受到利益团体的影响 不见上失公正立场及政府决策能力 甚至于趋向决策者所得利益作为决策的依序 造成政府苦化 比如说捷运路线及厂单的设施 与社区及产业的繁荣与否关心 比一团体会往往影响政府捷运规划的决策 由于捷运的路线 它可以带动观光人口 而最能带动观光人口的应是指令站的周边 因此电商为了要让自己的土地价格能够上升 因此即便邮策政府在规划捷运路线的时候 务必要接见他们开发的土地 这样的话可以让土地的增值能够越高 至于捷运路线由于本身 它不会产生利益价格 反而会对沿线居民造成噪音 光害 污染 空气污染等等的福利环境的伤害 因此捷运路线通过的地区 有可能导致地价下跌 甚至于捷运路线会规避 某些大台团的土地 或者是说住宅区或商业区 因此古基历史建筑 生态保育区 就比较有可能成为捷运的通过路线 那至于捷运的建设过程里面 是否会破坏古基 破坏传统建筑 甚至破坏生态环境 这就不是厉害和所关心的事情 其实政府也有本身的无奈 因为政府的财务来源 主要来自于租税以及公债 而租税跟公债 这都是必须要有庞大的资金来改积 而有能力挤付政府 庞大的租税 以及购买政府 大递公债 有能力的人也主要是企业 大型财团等等的利益 因此政府往往会受制于他们的决定 而改变了政府本来应该执行的政策 利益团体的缺失 违法行为及延当政策复权 利益团体间互相信跟影响政策 部分采取非法手段 利用有压迫原则的就范 致使决政策由于不绝 或是以执行政策 来取抗拒或破坏所在 政策进程难以建设 比如说 道路等公共建设 常是利益团体间的对象 影响工程进步 因为道路会带来了 方便的交通以及人潮 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以及地价的上涨 因此该路线的规划就非常的重要 成为各地建设公司 地图或是居民争夺的对象 使得道路的路线如何规划 争论不休 也使得道路路线难以确定 又比如说 利益团体为了控制政府官员 他们往往会 设计一些不法的手段 引诱政府官员事务 例如说 向政府官员收贵 但是把收贵的过程 记录下来 或是开设赌场 引诱政府官员或警察 进去赌博 但是将这个影像的记录下来 甚至于揭发政府官员的引诱 如果说政府官员可能有万遇 以及不当的性行为 等这些秘密被利益团体所熟知 这个就成了一种威胁的工具 如果政府官员在决策的时候 不按照利益团体的要求来决策 可能利益团体 就会把上述所讲的 不利益政府官员 任职或是有犯罪之余的 影像影印证据下以公布 让政府官员受到罪罚 或者是不民意的准备 这样的话就可以威胁 或使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决策 去向利益团体屈指 如此一来 政府官员没有办法做公正的决策 使得社会因此受到损害 透过以上对于利益团体的解说 请会同学针对以下案例研究 发表您的意见 以下几项公共政策 利益团体可能采取何种运作方式 造成何种缺失 第一点 高雄市公邮厚定厂 采放有足弃足 当地居民及管保团体为反抗争 第二点 国家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 某些科目规定只有特定学校专业科技 毕业学生才有印好足德 第三点 中央山脉全面国家公园化 限制当地居民 修缮房屋 繁统受恋经济活动等一等人选 本课程讲解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同学聆听